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公民齐齐说 我们讲解整个经历 为何服务不是用服务使用者的角度去考虑 我们一直拉下来 群服都做了十几年 二十年 你们看服务有没有进步 还有如果服务不允许的话 有什么效违症 看现在的妇女经历了这么多年 她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有什么 可以谈谈这方面 其实服务没有改善吗 不应该有没有改善 是有改善的 就算是庇护中心由当年的一间 到现在的五间 到没有重案组 有重案组 有进步的 即是保护家庭及移民的服务科 是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要求的 希望是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和小朋友 做个心理评估 最近我们见过市长 都说都有了 开始做了 个别地区就开始 不是啊 我们的研究就是说 没有什么 很少人做这些 但是他现在说开始做 开始 即是二十年后终于开始了 终于开始做了 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都没有抹杀政府 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做了这些 你真是天地 我们想鼓励他做 等于刚才我们说的 庇护中心 没有人去照顾小朋友 都不是庇护中心的同事 不想去做这件事 而是政府 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没有投放资源给庇护中心 考虎难民无畏趣 我们都要帮庇护中心 说一句话 即是说 当你政府 等一下雪雲可以多说些 我们见到处长 我们的姊妹 我不是很同意的 是否呢 是否真的没有 他有个社工 有职员在那里 如果一个妇女 要去见治疗师 要去复诊 真是放在一个小孩 被他负责 帮忙看一看 那也不行 没有资源 我不相信 还有如果有其他宿友 可以帮忙 为何不可以放下 第二个都是 对 我觉得那里有点 我不知道 我估计一下 他觉得责任很大 如果在里面 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你追究起来 他就 那他就要 保障他的安全 他就要找人看着 所以我觉得 有时服务提供者 就会有这些 但你没有理由 叫小孩在 就是妈妈在小孩面前 那当然没有理由 不断重复重复重复 你没有理由 他每次去治疗 你带小孩去 那个小孩另外要有治疗 但是你 庇护中心 庇护什么 没有 所以庇护中心 不庇护 当年你也开过 那些招待会 你又忘记了 我没有忘记 我很记得 他刚才说的 饭都没得吃 他就是 他就是 让你不用睡街 让你安全 至于其他的东西 那你自己搞定 因为你是成年人 他觉得 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成年人 这个就很 一直没有人承认 因为我们 那一刻 是有缺陷的 是软弱的 我们是有缺陷的 成年人 我承认我们有缺陷的 因为我常常说 我们希望在那一刻 大家当我们不要是成年人 因为我们的姐妹 那一刻 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 都没有 因为我自己很感受 那是很大的创伤 很大的创伤 和很大的无助感 无能力感 是完全 对前途 对前路 对自己很迷茫 自己是什么 刚才说文都说了 就算他12个小时 他没吃过饭 他都不觉得肚饿 这就是问题 如果正常人12个小时 没有吃饭 怎会不肚饿 他不是12个小时 即是说他12个小时 在我求了过程 我只是计过12个小时 他没有吃饭 都不觉得肚饿 你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整个社会 整个政府 他不觉得我们有问题 他觉得我们是成年人 你应该做成年人 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觉得 我是应该要做成年人的事情 但是那一刻 我是有软弱 我是有无助 我是有缺陷 为什么我不可以承认自己有缺陷 你帮我呢 为什么 我一直在看社福界 我不是只是说庇护中心 整个社福界 都是以服务提供者为方便 就不是一个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为出发 就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 垂了那么多楼 就是这个原因 我都很幸运 一发生之后 就经过宿余介绍 我去群福 我去群福 现在都可以看到十几年之前的姊妹的问题 比如有些 十几年之后 没有新的评估的小朋友 没有保护医治 十几年之后 三百伏虑者 那个女女就 折杀死了 她妈妈就很不开心 还有些 那些青少年 她和妈妈囚交 她在家打架 如果她找工作 她完全没有自信找工作 她跟人相处不了 因为她是相处以暴力环力 在家都是这样打的 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不会接受她这样的行为 变成她去找工作 就很难了 其实觉得现在 她整个家人都有拿中环 因为她拿中环都不单止 她妈妈有提精神科 她还比刚刚出来过一刻 如果她那时候 要清理那些服务 给她多了 可能她的子女 可以反越社会 她自己可能都不用 拿中环都可以 身体健康都可以自己做 我们这些人 不是很懒 其实是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想 但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小朋友 就是我们单身妈妈的支柱 我都为了我很担心 我都周围求 周围跟社工说 我女儿有问题 社工都说 小朋友很正常的 没问题 有一次我们若近处长 我跟处长说 我小朋友有什么问题 我专注你 胆小 退宿 拍警察 就是惊惊 惊惊他爸爸 对他爸爸的数捧是很大的 他不会原谅他的 处长者回应我 他说如果是国度惊惊 或者没有专注力 普通家庭都是这样的 他其实没什么问题 我可能估计他不想 套太多资源帮我们 如果我心想 你如果暂时做一个处长 你不关注我们的小朋友之后 大过他十多年之后 他就是一个 焉备青少年 或者是一个问题青少年 在那时 你只是徒师去帮小朋友 就算你多帮都好 他都回不了社会在野 他都是成事求取消耗生活 或者是现在徒师多 或者是之后徒师多 所以 应该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也很有趣 他说 他说 专注力不足和过度活跃 现在很多普通家庭都有 如果是这样 他不需要前几年 将他加进残疾类别 这是新的残疾类别 之前是没有的 是要争取 所以他这样回答你 也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加进残疾类别 但是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的资源分配也是很奇怪 但刚才说 小朋友那种 小时候我一直听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如果我在我的家庭里 我都很难学会 如何去沟通 那个非暴力的沟通 几乎是不存在的 是啊 是啊 好像我和我女儿两个之间 现在有时候发的东西 我都很悲哀的 为什么很悲哀 他学一些行为 就是我和我先生的行为 我为什么 这些是我教识他的 真的很悲哀 你说他要求证过来 他相信 你也是这样的 我有什么问题 他这些问题 对我来说 真的很心疼 很心疼 自己想他做回一个很健康的人 到时可以回到社会 有些事情 好像有一次做功课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全常家庭可以处理到 我们就是处理不到 有些情绪 因为我女儿 我自己看精神科 那个医生都问我 为什么要好一点 要严重一点 好一点要严重一点 因为很多 我和我女儿相处过的问题 就是给我的担忧 我想我女儿变正常 我到处求助 求助没有门了 我不知是谁 和我看我女儿 所以那些压力 搞得我的精神 反复反复 能否把我找到 马加尼 即是他转医院 这个医生看不下了 转到另一个医生看 因为这些压力 是我自己 不能处理的 是的 可能我补充一下 因为小朋友在一个阶段 成绩肯定退步的 学习的专注力 当然是散漫 没有专注力 所以吸收不到 功课肯定是差的 但是这些妈妈 她是很紧张 小朋友的功课 小朋友的退步 所以大家的针锋相对 和大家的关注点不同 小朋友 很担心 没有安全感 因为她没有了一个妈妈 只有一个妈妈 又很怕妈妈不见了 另外 妈妈又觉得 令到小朋友 成为单亲家庭 是自己的内疚 自己去补偿给她 这些种种的矛盾 没有人去拆解的时候 就变成困托兽 刚才雪雲说 我们十几年前的姐妹 一度回到群腹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重新发生了 另外一些问题 就是说 隱蔽青少年 有些都是这样形成的 因为她不懂和人们沟通 另外就是在学习阶段的时候 她读不到书 读不到书 因为她成年了 变成了青年了 她出去找工作的时候 她没有学历运行 她背身债 因为她读书 读不到书 又要还债 欠人钱 又找不到工作 很多新的问题 这个家庭又要发生 真的很复杂 情绪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复杂 还有骨牌效应 所以我们可以下一次回来 讲一下我们这个报告 有什么建议 好的